肥仔,你上次不是教我開槍嗎? 我今天有些東西想問你 有什麼問呢? 如果問的話,不如去實地試試吧 好啊!是否有得打Wall Game? 當然有啦 好啊!快點去吧! 好,那走吧 今天帶我來荔枝閣Wall Zone 想做些什麼? 來得Wall Game場 當然是打野戰 打野戰 鬥我的 正經一點,麻煩你 跟大家介紹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Carmen PTS突約報道員 Hello,我是肥店長阿Wake 上次你不是教我開槍嗎? 我發現開槍的時候前面有些戒手 想問一下有沒有什麼配件 讓我開得舒服一點呢? 當然有啦 PTS推出了幾款新的小配件 它本身是裝在M-Note系統的Wall上 是什麼? 不要收拾,快點拿出來 膠組吧,薄薄的 時間關係 安裝到這把槍裡了 先看看 我知道這三樣是什麼 它們分別是 EPM-Lock Rail Cover Set EPFM和EP Hand Stop 全部都是由PTS自家設計和生產的 咦?有做功課 那有什麼特別呢? M-Lock Rail Cover是一條很薄很薄的護片 在設計上是專門用了塑膠來設計的 因為可以輕一點和方便清潔 還有上面是有些不同的紋理 就可以做到防滑效果 裝上M-Lock骨之後就不會那麼容易滑手了 但怎樣安裝呢就交給你了 其實安裝方法是很簡單的 只要選擇適當的位置 一下拍下去 前面的位置有兩個螺絲洞 你再扭下去就已經安裝完成了 你說完之後 我都好像真的懂得裝 下面這支棍子都好像剛剛伸出 叫做EPFM 沒錯,其實這支棍子 就是M-Lock系統專用的 不用再加快遙骨片 就已經可以安裝到 又可以立即使用了 真的適合我這些PARMA法的人 而且我看到它主要是用膠製造 但是它在結構部分 都會用CNC鋁製片來做鎖定 除了更加穩固之外 還很耐用 另外你見到上面都是有這些粒粒粒的紋 就有這個防滑效果 握上手就不會那麼容易 最重要就是細細的適合我用 對,其實本身這個EPFM 它本身設計是比較細緻的 所以在握法上面 都有好幾種不同的方法 我稍後也會嘗試 告訴你怎樣去握它 會方便一點 除了這兩個小配件之外 我還看到一個L型的配件 我想問是怎樣用的 你是不是在說這個呢 其實這個就是PTX-EP Hand Stock 外觀小小 但是用法比較多 待會我稍後教你怎樣用它 在這三樣配件之中 我應該是怎樣選擇的 其實你如果選擇的話 就首先 因應你把槍的長度 以及你握槍的姿勢 以及你本身怎樣去用這些配件 好像現在我們在室內場 因為它本身轉角位比較多 所以其實我也建議 把HAND Stock 放在前面的位置 當你射擊的時候 可以用HAND Stock頂住 做到一個受力點的話 射出來的效果會更加穩定 就是這樣 我又試試自己砌一支槍 不知道你們又會怎樣砌這支槍呢 留言告訴我們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就記得 CLS comment like share 最重要就是 subscribe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按鈴鐺 下條影片出的時候 你們就會馬上收到通知了 好 拜拜